十二星座有这个表现 就是在乎你哦 直接跟你说 你真的很重要 各种人不是在打发你 就是在扎你 你心中最重要的人 他真的在乎你吗 我们来看看 十二星座真的在乎你 他会怎么表现呢 你有订阅牛星文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母羊座 单纯可爱的母羊座 本身对于表达感情 是完全不吝啬的 而且他们在表达感情的方面 很有自己的特色哦 比如说直接告牌 或者直接傻笑给你看 母羊座在乎你的表现 看到你就超快乐 金牛座 金牛座表达感情呢 是真的慢一点 就算你把他逼到梁山上 他都会说 我再慢慢想一下 再告诉你好了 但是金牛座 有没有在乎你真的靠说的吗 并不是哦 看看他的表现就好了 如果你的吃喝拉撒睡 都被他照顾到了 那么金牛座 就是在乎你咯 金牛座 在乎你的表现 无微不至照顾你 双子座 双子在乎一个人呢 通常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他对一般人的表现 就是很在乎的样子 事实上 他是为了追求认可 而他真正在乎一个心里面 很重要的人 又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那就只有一个字了 年 双子座 在乎你的表现 想要守在你身边 巨蟹座 巨蟹座在乎一个人呢 其实也看不太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都把自己的温暖 给了周围所有的人 大家都很暖 就无法体现出 那个重要的人 到底是有多暖了 那巨蟹座怎么样去表现 心里面在乎那个人 很重要呢 他会很大方的 带你进入他的世界 巨蟹座 在乎你的表现 把你介绍给家人 狮子座 狮子座在乎一个人的时候呢 他会把自己的王冠 脱下来 然后用很温柔的方式对待你 让你看到他娇小可爱 或者是温柔细腻的一面哦 狮子座在乎你的表现 超温柔的对待你 处女座 处女座在感情上是非常冷静的 他挑三拣四 东看西看之后 才会确定 你在他心中到底有没有重要 当理性变成感性的时候 处女座就把心放在你那里 处女座在乎你的表现 觉得你什么都好 天秤座 天秤座在外都是大家的好朋友 回到家就是放空的高手 但是如果天秤座回家 还是对你关爱有加的话 那你就在他的心上 天秤座在乎你的表现 给你满满的关心 天蝎座 天蝎座平常对什么都不在乎 对感情更是很有疑心病 但是如果今天他问你一句话 你觉得你是谁的 你是不是我的呢 那么你就一定是他的了 他绝对会霸占你 天蝎座在乎你的表现 对你表现占有欲 射手座 射手座在感情方面 完全就是浪子浪女 完全不想要把自己的自由 分给你那么一点点 但是如果今天射手座跟你说 我们一起去做什么吧 你喜欢什么吗 我想要跟你一起呀 那证明他心里真的把你放进来 射手座在乎你的表现 想跟你一起冒险 摩羯座 摩羯座座是一板一眼 谈感情也是一板一眼 只要你符合他的12345 5个条件 那么他就觉得你很重要了 但是这一些所有的条件 他是不会告诉你 他的表现也不会让你看得出来 那摩羯座在乎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负责你的大小事 就是他关心你的表现 水瓶座 水瓶座在感情上面 真的是需要大量独处的空间 与其说他想要谈恋爱 不如说谈恋爱只是他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如果他在乎你 你就不只是他的一部分 而是他的全部 水瓶座在乎你的表现 直接把你宠上天 双鱼座 双鱼座在感情上面 真的是非常的浪漫 如果你关心他一点点 他就会幻想到 你们两个人已经走红毯了 双鱼座就是想这么多这么多粉红泡泡的星座 但是他在乎你 只是这些泡泡吗 并不是哦 如果他在乎你 他会把自己的全部都交给你 这就是双鱼座最浪漫的表现了 双鱼座在乎你的表现 你是他的全世界 一样迷养白样人 每个人的感觉或者是情感的表现 都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 如果你期待他对你做什么样的表现 才叫做他爱你的话 这会让自己太累了 反而如果在你了解他的基础上 看看他的一些生活上面的小动作 其实在生活上的这些小细节中 你就可以观察到他对你的爱哦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